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马腾 本节目由周大升主宝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而生 周大升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五年前导演顾小刚 凭借首部长片《春江水暖》 收获业内好评与关注 也开启了他《山水图》系列电影的创作 近日该系列的第二部电影《草木人间》 在全国上映 这部影片依然延续了 山水化美学影像风格 讲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何慕莲 在发现母亲身陷传销泥潭后 舍身救母 在充满失忆的茶园风景下 展开了对人性的拷问 《草木人间》是顾小刚导演《山水图》系列的第二部 从《春江水暖》的《复春江畔》 到草木人间的《西湖茶山》 这两部电影都与他的家乡密切相关 作为富洋导演 顾小刚在拍摄首部剧情长片时 就将山水化的意境与现实主义题材相结合 《春江水暖》也因其出色的东方美学意境 荣获多项国内外电影节殊荣 《草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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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和茶山》这种关系 它非常符合山水这种结构 它是山水和城市并连在一起 它是一个传统与现代非常融合的那么一个空间 所以其实就真而然 你就这样去可能选择前一幕话去拍电影了 这样去理解空间 沿袭春江水暖的东方电影美学 顾小刚在拍摄中引入中国化攸关的概念 移动镜头拍摄中采用横移和树椅 让草木人间里的西湖茶山 如一幅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这是顾小刚将绘画和电影语言 相结合所形成的个人独特美学风格 电影和绘画是很相通的 所以就刻意地去学习了中国的传统山水画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 它已经讲究了时间的艺术 特别是卷轴 它完全接近了直到电影被发明之后的艺术功能 就是时间的艺术 真正其实观看我们在自己的首券之中 在自己手上从右往左 你在展开的同时 其实另一边是要收起来了 它还完整就来看电影 其实春香中用到的大部分是横着的原理 草木中就很直观了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茶山西湖和城市 就是信仰和欲望之间的这个冲突和平衡 其实通过那一幅历轴 就讲完了这个电影的主题和故事 接下来发生事情 人间地与天堂 可能中间西湖是天堂 然后远处是欲望之都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茶山 还是一个人间 其实是做了这个结构 在拍摄春江水暖的时候 顾小刚的家人曾陷入传销 本以为传销离自己很远的他 才意识到传销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 因此顾小刚开始了大量调研 在充分了解传销组织的内幕后 亲自撰写剧本 电影草木人间的题材由此诞生 其实我当时遇到这个事件 对我来说也是很触动 在我亲人的身后 其实是有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一样 就他有一套很强的话术 在跟我进行对话 我当时想了很多办法 想如何去反洗脑 如何跟家人沟通 可以让他清醒地认识到 这件事情就是骗子局 好像都无动于衷 那我作为一个行业的创作者 作为一个行业者吧 我觉得他责无旁贷 其实自己有一份职业 需要去做出一些对这个社会的回应 和或者说一定的帮助也好 或者启迪也好 这次顾小刚尝试将深水与犯罪类型的电影题材相结合 电影讲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何慕莲 发现母亲吴台花深陷传销泥潭时 深入传销组织舍身救母的故事 导演顾小刚以草木育人 儿子的角色名牧连 取自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牧连救母 母亲的角色名台花 则取自前堂诗人远牧的名师台中的一句 台花如米小 也学五单开 这次结合了这个所谓的犯罪类型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山水电影 它的最大的特性就是非常的静谧 非常的唯美 但是传销犯罪那么的癫狂 那么的炙烈 那终将形成一个平衡和冲突 这样的一种张力感 也是这次做的很冒险 很大胆的一次尝试 不能让大家万事如意 万事亨通 万事俱备 万象更新 万丈光芒 万紫千红 万贯家财 万寿无疆 万丈高楼平地景 影片中坐大巴车 心理游戏 上总撒钱等桥段及场景 都源自顾小刚和同事 深入传销组织第一线的真实体验 在创作中 顾小刚用传销组织者的视角 来构思设计 影片中传销骗局的叙事主线 力求带给观众 最具有代入感的真实感受 像电影中所见到的大巴车 和西游戏这些游戏环节等等 都是我和同事做 就是前路进去 伪装成一个希望 有发财梦想的年轻人吧 体验了这些所有的环节 当时在写这一部分 传销剧本的时候 其实没有把我们自己当成一个编剧的视角去写 而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传销的组织者 从这个角度去编课程 所以我们思考方式就是 如何在电影之中尽可能让观众去接近 了解到被传销者 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急速的变化 和这种癫狂 影片中 蒋勤进饰演的吴台花 在运河边桥洞处与儿子和牧连 从争吵到扭打到歇斯比里 她从善良质朴的采茶女 到逐渐失控和癫狂的传销者 蒋勤进凭借对吴台花 充满张力的人物演绎 获得了亚洲电影大奖 最佳女主角的殊荣 那场其实首先对我 也是在这个电影中 冲击感很强的一场 他们在那一刻真的 就是木连和台花 他们只记得他们是一个成本 我们跟他四星列飞 在那一刻心有水 一气呵成地在表演这一套 行动和表演 我们看到了他的击碎 看到他人格在那一刻的崩溃 他作为一个传统的茶笼 其实他在传统组织里面 获得了一个在以往过程中 未曾能企及的一个身份的转变 或者阶层转变 他的一份自我价值实现的 近些年来 聚焦网络暴力 电信诈骗 老龄社会 家庭教育等 诸多热门社会议题的 现实主义影视作品不断涌现 与观众形成情感上的共鸣 草木人间直观地呈现出 传销的真实危害 希望以此提高观众的 反传销意识 传销很像一个人性的解剖实验场 我们通过中间那么真实和鲜血淋灵的 一层一层 其实就把人性解剖开 其实是比较残酷 比较残忍的 通过我们的演员 他们贡献自己的心灵 在被伤害的过程中 给到观众在一个影院 相对安全的环境中 可以看到 人性可能如果被操控的 这个过程 我们绝对通过这个方式 希望能给到一些 警示和思考 美丽的风景 与琐碎的现实交织在一起 草木人间所展开的画卷 仿佛就是我们生活的缩影 正如主演吴磊所说 导演以草木育人 我们每个人就像草木一样 在自然中风吹雨打历练 经过很多很多的春夏秋冬四季更替 枯萎也好 最后都会成长 都会有希望 每天十分钟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